家人们 林更新与凤行最新路透又来了 画面中林更新身着青色长衣 虽然画质十分模糊 但是一米八六的挺拔身材 整个人气质状态看上去都十分不错 背影也是十分能打 人群中一眼可以看出帅哥气质 不少网友看到路透图后都纷纷赞叹 林更新好帅好高 根据路透图进度来看 林更新与赵丽颖近期已经随着剧组开启了实景拍摄 前几天两人的仙都和行云小院的布置 路透就被曝光了出来 看得出来不仅是非常用心的 再来看看两个人坐在屋檐下吃饭的同框画面 完全就是一整个体验住了 讲真完全可以相信林更新的古装 高挑的身材 棱角分明的五官 穿上古装整个人适配度满分 完美的下颌线和优越的高鼻梁 侧脸镜头也是绝绝子 就是说 是大家心目中的行指神君模样了吧 众所周知 雨风行是林更新继楚桥传后再次出演古偶 与赵丽颖再次同框 也让不少人梦回楚桥传 作为有颜值有实力的演员 林更新在《楚桥传》中饰演的宇文越 一直都是大家心中的一难评 在微博很火的《古偶男主选角》 请按这个标准来的热门话题之下 林更新的名字几乎被刷屏名选 大家最期待的电视剧第二季提名中 其中《楚桥传》和宇文越也都是霸评节奏 因为太过一难评 网友们至今都是逢水必捞宇文越 由此也出现了 即使这是一部已经完结很久 但是不论什么剧还是电影 只要有人掉水 弹幕一定会出现 顺便把宇文越捞出来的神秘语剧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 林更新和赵丽颖主演的《楚桥传》 将在11月11日网飞上线 也就是说《楚桥传》即将走出国门 作为优秀的文化传播被更多的人看到 有网友调侃表示 网飞知道《楚桥传》的男主一直在冰湖底没人管 下一步基本无望吗 答 到时候网飞会把宇凤行接上 洋装第二步 哈哈哈哈 真的是毫无毛病 虽然宇文越还是没有捞起来 但是这次林更新 赵丽颖二搭 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满足了大家对宇文越的期待 所以《楚桥传》的剧粉们 大家一起来期待宇凤行吧 希望林更新的《行指神君》能够早日和大家见面 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 赵丽颖片场包饺子太熟练 肉馅盆子比头还大 撸起袖子赶皮十分的麻利 近日 赵丽颖的工作室 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赵丽颖 在片场休息时包饺子的照片 当时 赵丽颖甚至连身上的装发 都还是拍摄时的样子 只是套了一件厚实的毛绒外套就开始挽起袖子 忙活了起来 在同时期的女艺人中 赵丽颖绝对算得上是劳模一般的存在 每年戏约都排得满满当当 一年下来休息时间根本不多 被工作室晒出的私下有趣动态时 也基本上都是在片场中 都知道赵丽颖是北方长大的孩子 在包饺子这件事上 她似乎也算是有些天赋 袖子一撸起来 拿着勺子就开始包了起来 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娴熟 一脸认真模样 面对着巨大一盆肉馅的赵丽颖 看着的确有些翘厨娘的意思了 照片中 只晒出了赵丽颖包的六个成品 的确是像模像样 边上还有一叠已经刚好的饺子皮 看来似乎也是出自赵丽颖的手笔了 像赵丽颖这种常年拍摄 古装动作戏的演员 其实在片场往往不会太轻松 先不说穿着打扮 就比现代戏要复杂很多 敬业的演员往往不会因为个人原因 耽误整个剧组的整体进度 所以很多时候 连在片场休息也需要自己挤出时间来 饮食上往往也就是怎么简单怎么来了 毕竟古装戏的拍摄场地 不是在真正的荒郊野外 就是距离市区遥远的饮食城内 想要快速吃到可口的饭菜 几乎是不太可能做到 所以为了不耽误时间 大家都是怎么方便快捷怎么来 而且像赵丽颖这种 常年在剧组摸爬滚打 从小绿叶一顶一顶打拼到今天的女演员 往往都是非常能吃苦的 很多时候赵丽颖甚至都不太需要助理 对她的专门照料 她自己就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虽然长着一张可爱幼泰的娃娃脸 但是赵丽颖骨子里的坚韧性格 却是和外形有着天壤之别 有超强业务能力的同时 还如此随和接地气 大家都爱和她合作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娱乐圈中的八五花钟 赵丽颖绝对不算是起点最高的 但如今她却是在自己领域内 发展得最好的一个 其中当然有被伯乐赏识的幸运成分在 不过能一次次地把握住这些机会 越走越高 靠的还是自己的本事 接下来说 古偶卷起来 羽风行大量实景太用心 林更新赵丽颖让人期待 朋友们 古偶现在真的开始卷了呀 羽风行大量实景曝光 让网友直呼质感满满 林更新的行云小院直接在山水间搭紧 这手笔有点大呀 院内的布景也很讲究 一切往真实自然的方向靠拢 质感确实看着不错 再加上新侠剧的特效 可以想象有多精致了 琉璃的碧仓仙服也相当的豪华 直接造了一个大院出来 里面的布景很有章法 一看就是经过精心设计了的 想起了知否的小院子 同样都是用心制作 质感满满啊 这样实景拍摄出来的成品 想必比绿木抠图真实的多 观众也更加容易入戏 品品最新路透 有种早年间仙侠剧那味儿了 赵丽颖一身子意相当飘逸 真的是仙女下凡既是感呀 此次是林更新和赵丽颖 继《楚桥传》后二次合作 很多粉丝都超级期待 林更新受回了宇文月 赵丽颖也很灵动 之前有路透二人同框 还是心悦熟悉的感觉 兔子灯让人直呼梦回当年 两人甜蜜对视的情节弥补了遗憾 更有捧脸沙 沈黎王爷看起来很霸气的样子 让人愈发好奇这对小情侣之间的相处模式 你们期待与风行吗 接下来说 赵丽颖生日大合照曝光 家庭聚会气氛浓 来了很多熟悉的面孔 10月30日 迎报赵丽颖的工作室更新了社交平台 公布了赵丽颖过生日时记录的视频 10月16日 赵丽颖迎来了35岁的生日 粉丝们从那天开始 便一直在催工作室 尽快公布银宝的生日物料 如今总算是满足了大家的心愿 据悉 当天赵丽颖正在剧组工作 在工作室得偷偷努力下 邀请了众多家人朋友们前来为银宝庆生 其中不罚王延林 林更新 徐海乔等 大家熟悉的影视明星 粉丝们纷纷留言 工作室莫不是把楚桥传剧组给搬来了吧 跟随着小事的镜头 可见生日会场虽然空间不算很大 但在场景布置方面却细致入微 虽然物品摆放得满满当当 但却摆得井井有条 画风温馨而舒适 随后 银宝深找一件雪白色的大衣现身 推开房门之后 气氛组便高举各种样式的气球欢呼雀跃 看着这些久违而是又熟悉的老朋友 银宝脸上也露出了喜悦的笑颜 手中抱着一团花束样式的气球的塔 似乎还有几分羞涩 鲜花 蛋糕 气球等等 被精细包围的赵丽颖笑容从未消失过 而在众多礼物之中 最别出心裁的大概就是那面气球墙 包含了众多赵丽颖实验过的角色 《珊珊来了》中的薛珊珊 《野蛮生长》中的许半夏 以及正在拍摄的《雨凤行》中的沈梨 不得不说这份礼物真的是心意满满 虽然BOSS全程赵小刀附体疯狂吐槽 丑胖 但满足与欢喜却都表现在了脸上 在过生日之时 有亲友陪伴 有浪漫渲染 无疑是幸福而幸运的 希望赵丽颖可以一直为我们带来优秀的作品 想要操作品 感谢观看